每年的暑假都是百货业的淡季 不过呢今年很多业者逆势操作 因为在五月份母亲节的党型卖得不太好 所以赶快在这个时候来补平业绩 也因此呢在这个时候呢 也推出非常多的超低优惠 天气热得不得了 暑假第二天家长带着小朋友玩玩具兼吹冷气 百货公司也趁着抢生意 破天荒飞周年庆还打出满两千送两百 像是这个家电商品通通卖的超级行 65寸电视原价17万9这一折扣 以后就省了1万7 再搭上政府节能补助 这台电视就足足省了2万块 还有这台六门冰箱原价58,900 配合活动又价53,100 等于打了9折 不止家电商品价格杀 很大就连名牌精品也首度加入战局 会方们抓紧机会赶紧大写 因为折扣完真的好便宜 这样子来买精品会不会觉得比较划算 会啊 怎么会啊 就等于打9折啊 不甘心商机被抢走 另一家百货龙头更是寄出杀手剑 瞄准年轻族群满额送机车送机票 号称有抽就有种 年轻产朋友相关的一些商品 就是当然也都纷纷的带动卖得很好 特别是像是3C类的部分 手机iPad一个月卖出上千台暑假到 不仅观光业也要抢人潮 白花业了漏气 实在因为母亲节等级表现不佳 希望趁着暑假淡季 难拼多少就赚多少 军星王中暗点彩北采访不到